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在京都的老屋 老屋現在人在京都車站 正打算坐前面的金版巴士2號 去美小路公園 從京都車站出發到美小路公園 只要兩站6分鐘就可以到了 好了我們現在已經到了美小路公園了 讓老屋來告訴大家我們今天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要去鋼本和服的京都在西醫店穿浴衣 這家店是去年2021年3月17號新開幕的店 所以可能在台灣的朋友有些人不知道這家 他店的位置的話是在一家飯店的2樓 而且離CR電車美小路京都西站 只要走路1分鐘就可以到了距離 所以要去京都車站或者是去藍山都很方便 找找看在哪裡 喔找到了 有在2樓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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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達 意外的還蠻好找到的 前台跟你對好預約資料跟預定方案之後 就會給你這樣一個粉紅色的袋子給你裝衣服 M 寬的 所以這裡也可以 就是這裡 這裡 比較離譜的 這裡 對 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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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謝謝 終於到了令人振奮的環節 選浴衣了 第一件綠色我覺得很好看 這件好特別喔 這件是烏鴉耶 穿起來應該很帥 喔這個這件我也很喜歡 這邊這個是小碎花系列 喔很可愛很有田園風 可愛的水域小點點 看完一輪之後大概心裡有個數啦 拿起幾件就是自己比較喜歡的筆一下 就決定是這件啦 可愛的牽牛花 搭了一條黃色的半幅帶 然後配上蕾絲的裝飾 然後我再拿一條白色的冰兒帶 再拿打蝴蝶結 好不錯 這個是歐比通妹又來系在歐比雞妹上面的 每個都好可愛很復古耶 不知道選哪一個 嗯 感覺不錯 再來是選包包啦 選一個有夏日感覺的藤鞭包 這個容量看起來很大 因為要放很多東西的關係 所以想選一個比較大的包包 這個好可愛喔 喜歡這個 旁邊也有放可愛蕾絲風的包包 因為換衣服跟做髮型的地方還有其他客人在的關係 所以就不方便我們拍攝啦 這面牆是蝴蝶翅膀的牆壁耶 非常適合拿來拍照 而且光線又好 他這邊有準備很多光線很好的拍照地點 可以給換完妝的女生拍照 而且有準備很多很可愛的小道具 像是乾燥花跟面具之類的 天花板上面也都是乾燥花 好啦 現在老吳已經換好衣服出來啦 今天是難得的好天氣 老吳現在準備要走去水族館的路上 從這邊可以看到京都台耶 天氣好藍喔 在美小路公園裡面還有這樣兩輛電車在 前面第一節電車那邊是賣東西的 後面那一節電車是 這還是一個免費的休息室呢 開放時期是早上9點到下午5點 這就是京都水族館 事不宜遲我們趕快進去吧 外面好熱喔 必須趕快進去涼爽一下 入場券是一個人2200日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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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還是老吳第一次進來京都水族館 這是跟娃娃魚量身高嗎 好可愛喔我也要量 外面好重 在 Mayor跟娃娃小丁 ього兄我想要面推進去 在餐廳中 這個樣子都不見了 不見了 他們的麵包也是這樣子的海底生物造型 企鵝關西圖 八點檔的關西讓你看不清理還亂 這個藍色大水槽叫做金之海 是一個讓老吴看了就想睡覺的地方 這四個好意思 老吴的意思是說他安靜祥和道讓人很放鬆 接下來我們要去看企鵝 正面企鵝牆告訴我們 小孩跟小企鵝一樣高 小企鵝 前進水母洞窟 這個水母研究室看起來好特別喔 好想跟著一起參與研究 眾多水母之中老烏醉這個水母最好看 這個像香菇的水母最可愛 這裡有水母的介紹 這是剛才看到的小水母 再往前走的話就是一家賣店 有很多娃娃魚的商品 難道日本人喜歡娃娃魚嗎 娃娃魚的抽籤一個580日圓 長得就一副娃娃魚 這是水母風鈴 好像最近很熱門是新商品 時間剛好也到了中午 來找個吃的吧 就點一個這個漢堡set 加一杯飲料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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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咁吵 其他吃的 你看9條蔥的漢堡 個一杯飲料 咖啡 拍到 它裡面長到這個樣子 就是大雞放蔥在裡面 吃吃看他的胃道 好吃 吃飽飯之後準備四處走走啦 這就是剛剛看到的水母風鈴 這裡有一個像是小庭園的地方可以散步 現在水族館有辦一個跟舞姬一起照相的攝影會 這隻魚長得好像假的喔 現在回到了大水潮金之海 因為下午三點開始會有一個舞技來表演 才會有一個好玩的 要是有個好玩的 甚至是有的 去哪裡 我們要去哪裡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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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